你知道漫画之神吗 在你的认知里 被称为日本漫画之神的首种之虫 是否是远古村们对他的追捧 谈起首种之虫 你所知道的只有别人口中的儿时记铁匾同目 从未阅读的传说之作 火之鸟 跟不上时代的画风 这是你对首种的印象吗 那首火遍逼战的歌曲新宝岛的名字 正是来自于首种在19岁时创作的同名漫画 或许你也不知道 但是漫画之神是实至名归的 他笔下作品风格各异 从儿童漫画 四格漫画 少年漫画 少女漫画 到新年漫画 成人漫画 他均有涉足 他创作的题材更是多样 科幻历史传记 喜剧宗教 政治医学 家庭伦理 爱情神话教育推理 悬疑战争 童话 民族改编等等 他的创作力更是惊人 曾同时年载十七部作品 创作的铁匾头目 佛陀和怪异黑杰克 等卷军突破百万的漫画 创作的森林大地 或治疗多罗罗等不朽经典 他是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漫画家 日本战后漫画新时代 以星宝岛为起点 故事少女漫画 以断代歧视为开端 你即便没有看过首种之虫的漫画 但日本漫画这种产物 已经甩不掉首种之虫的印记了 难得说难得说 大家好 我是龙王君 欢迎收看虫之记第十一期 通过之前的讲述 我们知道首种之虫的漫画道路 虽然充满传奇 但也相当齐驱 随着重制作的倒闭 他的漫画生涯和动画生涯 都跌入了谷底 就在人们都认为 首种之虫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的时候 他抓住了少年千名给的机会 创作了怪异黑杰克 虽然一开始 只打算创作短期连载 但是随着读者们的反响不错 最后变成了连载作品 他也将再一次走出低谷 开启下一段传奇旅程 好了 就让陆南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 首种的故事 刚开始连载的阶段 怪异黑杰克的读者人气调查 在少年千名所有作品中 排名倒数 但是随着连载的继续 逐渐收获了读者的认可 甚至编辑部在当时 也低估了黑杰克的人气 由于首种好几次 因为各种原因 没能赶上结稿时间 无奈之下 编辑部只好将 已经刊登的回溯 再次刊登 怪异黑杰克是单元剧形式的漫画 所以重新刊登 也并不影响故事的连续性 但是编辑部显然有在读的意思 读大部分读者没看过 或者已经忘了黑杰克的故事 不过没想到的是 编辑部接到了大量的读者来电 有读者破口大骂 混账 你这不是以前看得来过的内容吗 更有声者直接愤怒的说 退钱 不要把读者当傻子 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 编辑部开始意识到 怪异黑杰克火了 不仅如此 本来主要受众是中小学生的少年签品 因为怪异黑杰克收获了大量的学生读者 很多女性读者也开始购买杂志 成为怪异黑杰克的受众 而此时在大饭桶搞怪形式和怪异黑杰克的带领下 少年签品迎来了黄金时代 1973年每期的发行部数在50万左右 而到了1974年便突破了100万册 此后更是一路高阁突破200万 成为了业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形成了四大少年漫画杂志争霸的局面 少年商店方面 藤子布尔雄的安孙子树雄 正在连载职业高尔夫球员 可能大家对这部作品不够熟悉 但是宝可梦和哆啦A梦中 都有出现这部作品的元素 梅图一雄的漂流教室 也在恐怖题材上创造传说 石川贤 勇景豪 创作的盖塔 机器人 此时也在商店上连载 而对于特色迷来说 食神张太郎 这段时间在少年商店上 创作小鹿宝和秘密战队五连者 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 都是这段时间少年商店的代表漫画 杂志的发行量也一直稳定在百万部以上 不过对于少年商店来说 此时他们还拥有一颗 未雕琢完成的普遇 安达从此时正在经历 他崎岖的新人阶段 少年Jump方面 凭借着根性青蛙 厕丑博士 Playball和刺足小子等作品 1973年发行量 一举超越少年Magazine 成为业界第一 开启了属于少年Jump的时代 而被少年Jump超越的少年Magazine 随着《明日之战》 《恶魔人》等作品的完结 在少年漫画的争霸中 节节败退 不仅被少年Jump击败 甚至被少年Jump超越 这让少年Magazine编辑部 陷入了困境 巨化路线 让他们成为了业界的王者 但是当时业界的形势 巨化显然已经开始落寞了 经过研讨后 他们决定重回少年漫画路线 并且他们把目光瞭准了首种之虫 前面谈到过1965年的三神奇事件 当时蒋谈社为了留住赞助商 放弃了首种之虫的三神奇 选择赞助商支持的宇宙少年索兰 但是这部作品是由抄袭 三神奇的人物设定的 这让首种非常愤怒 于是决定不再与少年Magazine合作 将三神奇移到了少年商店上连载 少年Magazine也在此后遭遇了发行量下滑 但是凭借巨化路线 再度成为了业界的王者 三神奇的事件 一直让少年Magazine编辑部感到愧疚 因为他们也只是讲谈社的一个部门 赞助商的事 他们也很难做决定 所以一直尝试修复于首种的关系 而这次少年Magazine再次遇到困境 当时的编辑长下定决心 让首种自虫的作品 回到少年Magazine 他认为首种自虫的怪仪黑杰克 才开始连载不久 肯定还没有着力于其他新作 当然肯定还有个原因 那便是首种负债1.5亿 并且被很多出版社认为 他的时代已经过去 没有很多杂次的约稿 所以这个时候 修复与首种自虫的关系 对少年Magazine来说 肯定是有很大机会的 面对前来修复合作关系的少年Magazine 首种多少是有些惊讶的 但同时他也认为在三神奇事件时 编辑部确实很难做 自己仪器之下与编辑部不再来往 也有些过于武断 并且给当时的编辑们添了麻烦 所以这次重归于好很顺利 双方都有所愧疚 都各取所欲 首先少年Magazine做的关于首种的特辑 这是少年Magazine史上前所未有的 卷头大特辑 长达25页 这次在向外界传达 首种自虫将回归少年Magazine 也以此为契机 将少年Magazine拉回少年漫画的道路 之后少年Magazine开始向首种约搞短片 并且希望他创作没有画过的类型 于是首种创作了民间故事 阿昭于小六 并且刊载在少年Magazine 1974年4月21日号上 之后少年Magazine又很快继续向首种约搞 希望创作ASF的软片 并且编辑部已有将其扩展为连载的打算了 只是首种还不知道 首种打算刻画一部ASF推理漫画 但是编辑部更希望他创作一部 描述超自然现象的漫画 于是首种决定朝着这方面思考 决定引入超古代文明的设定 因为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作品 社会上也有超自然现象的热潮 接着他想到印度和东南亚的很多神像 都有第三只眼 于是他决定将主角设定为 超古代文明三眼卒的后裔 但是首种对于主角形象 却迟迟定不了稿 他设定了五个角色形象 在询问编辑部之后 得到了他自己也赞同的意见 这便有了血乐宝剑的人物形象 灵感来自于知名动画兔八哥里面的一位教授 而邪恼宝剑的名字来自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读音 而女主角何登的名字则是来自于福尔摩斯的搭档华生 毕竟一开始是打算画科幻推理题材的 所以名字从一开始就决定 于是1974年少年麦克人第28号 首种之虫的又一名作《三眼神童》登上了漫画历史的舞台 关于黑杰克和三眼神童的接连成功 首种再一次走出困境 读者们都不断感慨 那个首种之虫回来了 关于首种之虫的作品在国内的知名度 最高的毋庸置疑是铁比亚头目 而第二档中肯定是有三眼神童的 毕竟这也是很多小伙伴的诱识记忆了 头上贴着大创口贴的血液 平时看起来呆呆的 但是一旦将创口贴撕开 他的第二人格便会出现 为了复兴三眼族不择手段的人格 故事以血液为视角 将为读者们带来各种超自然现象 以及超古代文明的设定 整部作品充满了冒险和奇幻的元素 首种之虫再一次让读者领略到了 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而三眼神童与在三年千变连载的 怪鱼黑杰克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那便是作品拥有大量的女性粉丝 这让两本杂志的编辑部 都感到诧异和欣喜 因为此前连载的作品都没有过这样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黑杰克很帅 皮诺可和鞋头宝剑很可爱吗 还是因为三眼神童可以科福尔摩斯和华生 总之怪鱼黑杰克和三眼神童 在这两本杂志上是很特别的存在 两部作品都在1977年第一回奖探设漫画赏上获奖 书写了少年漫画历史上的佳话 在三眼神童连载布解后 首种之虫也开始在少年King上 创作一篇制作漫画 名为之宝 对首种有一些了解的小伙伴可能看过这部作品 描写了首种之虫从强制训练所到大阪空袭的经历 也就是第一期所介绍的部分内容 那是他人生遇到的第一次大的困境 而在负载1.5亿时刻画出这段经历 真的意味深长 同样是窘境 同样拥有了走出困境的力量 首种之虫兼人的品格 大概就是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锻炼出来的吧 火之鸟经历了一次一次的修刊和复刊 像极了他的漫画道路 而在职业生涯再度启航之时 他是忘不了火之鸟的 1976年漫画少年9月号 火之鸟再度登场 首种之虫开始创作妄想片 在这个篇章中 他一如既往地展现他在科幻领域的功底 并且还将人性的黑暗与光辉融入作品中 不过根据普则之术的介绍 连载版的妄想片的笔触应该是有些潦草的 这让中学时代的他有些失望 因为他一直期待着火之鸟的复刊 那是让他领略到漫画的包罗万象的作品 火之鸟的质量下降 也让他对漫画失去了些许兴趣 可想而知连载版本 和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区别是很大的 毕竟妄想片是火之鸟这本漫画 被首种修改次数最多的篇章 不过总的来说首种确实是个喜欢修改作品的人 因为同时连载多部作品 确实分散了他的经历 他会常常对连载版本不满意 首种自从在少年漫画再次创造传说的同时 少女漫画界发生了一件大事 1970年 别册少女漫画COME 一位从大学退学的20岁女孩 将一部在好友建议下创作的短片 递给了编辑 编辑看了这部漫画 很是愤怒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女孩画的分景中有 两位少年幽吻的画面 编辑部对这样的做法很不满 但是由于过了结稿时间 只好就这样刊登出去了 短片的名字叫血腥和天使 女孩的名字叫足弓绘制 少女COMIC的读者看到这部短片后 很是喜欢 这是新世界的大门啊 接着足弓绘制 又创作了多部 刻画少年之爱的短片 收获了大量读者的青睐 最后1976年 经过与编辑部的不断斡旋 风雨木之丝的连载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以秋为望都足弓绘制为首的 24年组 给少女漫画界带来了风暴 少女漫画不断拥有新的定义 少年漫画也受到影响 一些画风柔和 台词温润的少年漫画 开始登场 这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 少年商店 未完成雕琢的普遇 安达从 不知道首种之虫 看到少年之爱是怎么想 已经年近50的他 看到漫画被后背们这么画 会不会感到很震惊呢 显然不会 所谓少年之爱 就是两个少年谈恋爱 他曾经画过人与机器人谈恋爱 有性人和无性人谈恋爱 甚至还在火资料妄想片中刻画了 为了繁衍人类而乱伦的场景 所以少年之爱大概他也是能够接受的 毕竟在1976年 风雨木之师连载不久后 首种之虫也将画笔转向了 同性恋题材 并且刻画得更加露骨 这部作品便是与Bcomic连载的MW 他决定这部作品要打破他一贯的风格 缭乎一部让读者惊讶不已的作品 少年杰成在一座岛上被不良少年拐卖了 并且被不良少年赫莱言侵犯 而同时岛上的化学武器MW泄露 岛民都因此受害 政府向外界隐瞒了这件事 而杰成与贺莱言成为了仅有的知道这件事的良人 今年MW事件和被人侵犯的杰成在长大后 也干起了拐卖和犯罪 并且想要利用MW毁灭世界 而这段时间身为同性恋者的他 与一位神父有了肉体上的关系 这位神父正是当年侵犯他的贺莱言 故事就在这样复杂和黑暗的设定下不断展开 首种之虫说 这部作品描绘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罪恶 风雨木之丝的少年之爱很略 但也有美好 让无数少女感受到淒美梦幻 而首种之虫从少年之爱画到大树之爱 很略 很残酷现实 全是人性的丑陋 在创作残酷严肃自己的MW时 三立欧向首种之虫泡来了橄榄枝 三立欧大家知道吗 也是1976年他们注册了Hello Kitty的商标 Hello Kitty的可爱形象和画MW的首种之虫 这感觉挺不搭的 但是他们不仅向足弓绘制约稿 也向首种之虫约稿了 他们打算创刊一本少女漫画杂志 尼里卡 首种之虫接受了约稿 他决定反普归真 回到自己多年前创作过的少女漫画风格 比如断带骑士这种 并且他要刻画以动物为主角的少女漫画 要把少女星给读者拉满 他当时在美国出差 在工作室里的他瞬间有了一个可爱的形象 为了不让这一瞬间的灵感溜走 他赶忙用笔描绘了下来 是一只独角马 在回日本的路上 他又很快地画出了故事的分镜稿 并且对其充满信心 这就是漫画神奇独角马 也是不少人的幼时记忆 不过有一点让首种之虫感到困扰 那就是独角马过于可爱了 因为此时的少女漫画有缺点的主角 更受到读者喜欢 这种甜甜的角色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但首种还是决定 独角马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好孩子 给作品添加几个特点鲜明的角色 来衬托他也不是为一个好办法 于是神奇独角马于1976年11月号 开始在三六七下杂志莉莉卡上连载 并且获得了很高的人气 这大概也是三眼神童和怪异黑杰克女性观众多的一个原因吧 神奇独角马帮首种收获了一大批女性读者 当然MW多半也是有点功劳的 这个时候读者们一看 首种自从此时正在连载的漫画 艰难钻研佛道的佛陀 拥有高超医术的黑杰克 在宇宙星际间穿梭的露美和寇姆 带大家领略超古代文明和超自然现象的血肉宝剑 正在和神父赫莱岩缠绵的美男子结成 以及朦朦的神奇独角马 六部名作同时连载 六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和设定 真的有够离谱 虽然不及巅峰同时连载十六七部作品 但是这六部作品都是名作 首种自从也彻底从失败中走了出来 一百个读者眼中有一百个首种自从 或许不是因为观点不同 而是他们分别看了首种自从不同的一百部作品 这可能有点夸张 但这就是首种自从 中间忘了种子 这就是它 失败和成功总是贯穿它的漫画道路 日本漫画的最高荣耀 它不容推辞 1977年蒋坛社 看行首种自从漫画大全集 并且将其评价为漫画界第一人 以及喊出了那个想测漫画界的称号 漫画之神 并且被传遍世界 漫画 それは今や日本が世界に誇るコンテンツだ 様々なジャンルの 様々なストーリーや星の数もが生み出され そんな漫画文化をこの国に根付かせた 一人の天才がいた 漫画の神様と称された男 首种自从 成为了人们口中的漫画之神 而这段时间漫画界也迎来了众多新生力量 有个年轻人为了生计 打算向少年Jump的首种上投稿 虽然没怎么画过漫画 但他觉得自己上 自己真的行 这位年轻人便是少年漫画的王者 了三名 而此时 有个少女向少年商得投稿了短片 任性的家伙们 从此 少年漫画有了更广阔的世界 他就是漫画天才 高桥 刘梅子 像这样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 漫画界的争霸 会更加激烈 日本漫画杂志的巅峰时代 即将到来 不过首种之虫也不会被时代抛弃的 他还会继续在业界展现自己的王者姿态 49岁的首种之虫 依然能画出时代的经典 依然能用他坚韧的画笔 将漫画的力量和魅力传达给读者 他所画下的都是憧憬梦想的景色 是令人感叹的传说 从此际 感受传奇的旅程 好了 本期的难得说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卢阳君 谢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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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